9月29号 中国民运航空局在北京向C919颁发试航证 这意味着C919飞机符合商业运营要求 可以进行订单交付 正式迈入商业阶段 C919飞机由中国商飞制造 是中国自行研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2015年11月完成总装下线 2017年5月成功首飞 取证其实是航证 任何一个新的机型在投入商业运行之前 都要获得运行所在国家的试航的许可证 还有包括相关的型号许可证 只有说C919飞机在取证之后 才能从相当于一个研制阶段 政治转入到可交付或者说可商用阶段 齐齐说成功取证只是一个开始 中国商飞接下来的任务是实现量产交付 据悉 目前C919飞机已经累计拥有28家客户 815架订单 第一个用户应该就是中国东方航空 在取证之后 下一步紧接着就是第一架正式的这种C919飞机 将这个交付给东方航空 然后呢由东方航空呢 再根据这个它的一些保障的能力和情况 才会择机投入到相关航线的一个直飞的 谈及取证后旅客多久能够搭乘C919飞行 齐齐说具体要看首家客户东方航空的安排 我认为当取证之后 坐上919应该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 这样一个点 当然呢具体的一个可以坐上飞机的时间 要看中国东方航空是如何来安排的 据我们前段的观察呢 其实作为首家的C919的商务的用户 东航和中国商飞在前端的联系 其实还是很紧密的 那么包括这个飞行员 还有这个摩尼机 还有相关的保障的一些能力 也就是说交付东航之后呢 东航应该会很快安排 旅客多久投入到商业航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